音源和如云结婚后育有两个宝贝儿子 目前孩子们都在新加坡求学 因此他经常飞往当地 抓紧机会共度亲子时光 日前他带着小儿子重游自己大学时期 最爱看夜景的地点 心脏人不住扑通狂跳 还拍下了依偎在儿子身边的照片 甜蜜地表示当时和男友一起看夜景 现在和小男友一起 性情人就十分怯悦 和如云曾问过小儿子 对妈妈不常陪在身边会不会感到很遗憾 没想到儿子竟表示 如果妈妈一直在身边 自己可能会变成妈宝 让他十分感动 他也发现儿子什么都会自己做 整理心理也十分有条理 连蝴蝶结都打得很漂亮 如果自己在身边 儿子可能连水都要妈妈到 但看到儿子这么自律 他却瞬间觉得有些心酸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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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